连日来,野猪成为全港热议的话题,动物保护在香港极受重视,因此野猪在不受人类自扰的环境下自由生长。 如今,这些食量大,繁殖能力强的动物频频闯进香港居民区,自扰人们的生活,甚至出现伤人的情况。 日前,中心社记者前往野猪频繁出没的香港南区黄珠坑深湾道附近探访。 记者现场看到,道路两侧悬挂着大幅提示标语,上面写明未死野猪可能引致环境卫生问题,未死野猪弄无公众地方会被定额罚款1500元港币等滋养。 附近居民向记者表示,此前这一袋野猪频繁出没,拱倒垃圾桶寻找食物,所到之处一片狼藉,招致野猫、老鼠等动物前来密室,道路卫生状况令市民不堪其扰。 据香港特区政府鱼农自然护理署数据显示,过去10年,香港公路的36宗野猪伤人个案,其中8成发生于2018年至2019年。 2021年,而2021年11月9号晚再次发生同类案件。 近日,香港渔户署宣布新措施,将定期捕捉在市区出没的野猪及把捕获的野猪予以人道毁灭。 该措施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引来多方关注和讨论。 我还是比较支持捕莎野猪这个事情,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百利而无一害吧,好像野猪好像也只是会伤人,也没有什么爱护的必要,我可能觉得。 我觉得说野猪出来可能也是处于它自己本身一个天性,有可能是因为它自己本来就是可能那个居所吧,那个环境也可能被人破坏,或者是因为其他一些客观原因所以才出来的。 所以说如果是大范围捕杀野猪的话,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,而且这也会破坏那个生态品。 从事动物伦理与环境保护问题研究多年的吴先生向记者表示,野猪频频进入市区,除了因为经常有市民提供四位,还因近年来香港扩建郊外、边陲地区等非住宅用地,缩窄了野生动物的生活空间。 但对于动物福利的相关考量,应建立在保证市民安全的基础之上。 动物的一种福利要考量,但是也要考虑到人的安全。 所以在这个考虑之下的话,我们政府对于那些可能已经有攻击人类的习性的那些猪肢,乃至到它感染这种习性的,学习了这种习性的,那个小的灵性的猪群,可能要需要采取这些断然的措施。 香港自身时事评论员朱家健在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表示,针对当前野猪泛滥、洗脑市民的情况,相关部门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改善。 主家健也建议,特区政府应推行尊重生命教育,教导小朋友尊重生命,保护生态圈。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此前就这一问题表示,野猪商人个案增加,作为负责任的政府,没有理由让情况继续恶化下去而不采取行动。 他称,政府或将提高刑罚,令市民不再四位野生动物。 据悉,香港目前约有1800至3300头野猪,渔户署2017年推出捕捉及绝育,迁移先导计划处理野猪滋饶问题。 根据渔户署2021年1月提交的报告,截至2020年11月,已有296头野猪进行避孕或绝育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